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说 我去说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祸从口处 你现在这个地步了 你还想说 说 说 难道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小命说没了吗 爹 十几年的丞相 难道就此丢下朝廷不管了 设计不宁 何以安家呀 你 还是 盈儿 你就听听爹爹的话吧 咱们一家子在这山村野外 忠此余生不会错的 世上多少荒唐事不是你凭着一时的热情就解决得了的 如果你不想爹娘老死荒野无人送终的话 就踏踏实实地陪着爹娘吧 奇怪了 怎么又有人送菜来了 谁给我们送的菜呢 盈儿 你看见了吧 现在你母亲竟为了一捆青菜而惊叉不已 想当日 多少人捧着奇珍异宝 你母亲都不往心里去呀 看来做人还是平平淡淡的好啊 免得心躁神乱无事生非 什么富贵荣华 什么扶君礼秤 那些个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呀 哪里比得上这萝卜青菜平淡无奇 可又踏踏实实 我告诉你 一定要学这青菜萝卜呀 爹 你以前不总跟我说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吗 盈儿 我知道 母亲你是不是又要说 我没有全力这样说 我就不明白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 难道你生下我 就是为了剥夺我在别人面前坦荡直言的权利吗 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利 相反 这样做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权利 有一份平静生活的权利 这些事为父不顾问 你也不要问 爹 杏儿 杏儿 原来每天都是你来送菜的 你既然来了 为何还要躲着我呢 走 我们走 父 你放开我 杏儿 走 张姑娘 老夫当初糊涂空溃 请姑娘原谅老夫 杏儿 快醒起 比女受不了您这一败啊 假如张姑娘不愿意停在这棵小树上 说明姑娘不肯原谅老夫 老夫 只要杏儿愿意 杏儿 就愿意停留在这棵小树上 事到如今 看来那些人 是完全指望不上了 那我们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江山社稷落入贼人之手吧 我们只能请太子出山了 张兄 你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这样 你负责太子出山 我和赵婷兄连夜赶到刘丞相流放地 请他早日回来主持朝政 我等了你八年 我亲手把你从一堆烂木头里精雕细刻造了出来 吃饭陪着你 睡觉搂着你 坐牢逃亡 都离不开你 皇宫里的锦衣玉石 荣华富贵 我都和你一起品尝 什么叫生死与共 同甘共苦 这就是啊 八年了 两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呀 我就算是舞 也该把你舞活了呀 你为什么还不飞 你说话呀 太子 梅主 你回来了 那天他们把你的鸽子给杀了 你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 你是不是还不原谅我 来我们一起来研究木娘 太子殿下 皇上 皇上现在度日如年 江山社稷为散担心 请太子 回公主持朝政 你 都劝我做这样的俗事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就算是您不要江山社稷 也要为您的父亲 当今皇上的安危着想啊 梅主 你说的没错 人心是会变的 恩师大人 宫中现在的局势实在是刻不容缓 驸马大人 草民现在是年老婚会 草民现在关心的不是正事 而是这一盘古棋谱 岳父大人 江山社稷危在旦夕啊 江山是什么 只不过是一盘棋子罢了 轰轰烈烈 你方唱吧 我登场 你我 只不过都是这一盘棋上的一颗小棋子 我不想再参与什么宫廷的纷争了 我老了也累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皇上开恩把我送到此地 我要好好地享受生命 刘大人所言极是 可现在事已至此 还应该以大局为重 大人 就算我求你了 我已经说过了 朝事政事一律不管 坚决不管 你要是不管的话 我就常跪不起 你跪吧 除非是拔月飘雪 爹 太子 张少民 你去给我准备一桌酒席 搬到这儿来 梅主 你先出去 你们快起来吧 不要再跪了 馨儿 沐亲大人请原谅 孩儿要与长颖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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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是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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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害了恩师 岳父大人 我们不敢来逼你 这不关你们的事 颖儿 时至今日 我不许再瞒你了 你过来 要把一切都告诉 爹 岳父大人 爹 岳父大人 爹 不 不 不 你撒谎 这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 朝阳 你怎么了 这不可能 到底怎么了 幸儿 不可能 婴儿现在心情不好 你帮我安慰安慰她 不 我 驸马大人 实在对不起 我家老爷 再也不能为朝廷效力了 不可能的 娘 娘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老爷 这件对不起你的事 丫头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平时 你总像没事一样 对我和盈儿那么好 可是我心里知道 即使心里最苦的 还是你 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盈儿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倾诉过 现在好了 我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长颜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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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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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兄 李兄 家父说的没错 什么富贵荣华 什么府君李政 到头来都只不过是过眼烟月 毫无意义 我 我已经决定 从此以后 何心 在这山村野外做青菜萝卜 聊此余生 刘兄 现在江山设计危在旦夕啊 我只想陪我爹娘在这里平平静静地享受生活 从小到大我一直顽劣不堪 惹爹娘生了不少气 现在应该尽尽小心 刘兄此举真是令人羡慕 我衷心祝福你和张姑娘 如果他日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和刘兄一样搬到这清静之地聊此残生 两位告辞了 有缘他日再相会 走 我 立兄 我的妹妹就拜托给你了 请你善待她 刘兄放心吧 告辞了 来 刘兄 凤兄 立兄 月亮我一心不能尽两孝 我的皇帝父亲的安危就靠你们了 方兄 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以后 再和张兄来商谈 这一路上奔波劳顿 你会不会太辛苦了 我没你那么交情 你自己想念你家的娇妻 大可和她见面 没必要拉上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今天是怎么了 一路上都和我过不去 我关心江山社稷不高兴 关心她身体她还不高兴 真是 看样子太子殿下是铁了心 与木鸟同生死了 这朝政大事 她是不会理的了 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把老丞相请回来 我的岳父岳母大人 为了摆脱朝政干扰 双双自尽了 后天皇上就要上街先台了 皇上对太子费尽了心思 他的意见太子一定能接受 只要让太子出山 我们才可以扭转局面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张大人 张大人 求求您放过太子吧 他实在不是皇上希望的政治家呀 求您了张大人 跟皇上说说 让他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吧 你们今天这样逼着他做龙衣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梅竹姑娘 不是我们逼太子啊 这是江山社稷需要太子 天下的臣民也需要太子 假如太子现在不出山 这江山社稷落入贼人之手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梅竹 是你 是你吗梅竹 李公子 小姐 小姐 小姐是你吗 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小姐 你认错人了吧 很多人都说我向你们家小姐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梅竹 你认错人了 这位是当朝的驸马 冯丞相 不是你家小姐 你是驸马 那你就是皇帝的女婿了 又是当朝丞相 那麻烦你跟皇上说说 不要再逼太子了 你也知道 太子实在不适合做那个龙椅 倒不如让他像平民百姓一样 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梅竹 有时候 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 别人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要违心地撑下去 太子既然已经是太子 他就没有办法选择 我曾经按照张大人的意思 求过太子 出来主持朝政 可是他不行 太医千 只是臣免于牧鸟 可现在 又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去试试看 我去 我去 你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你怎么还不飞啊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赵婷参见太子殿下 赵婷 赵婷 你来了就好了 太子 他们那群笨蛋 到现在 我的牧鸟还没飞起来呢 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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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婷 你以后别背着殿下 殿下背着的 你我 是过了命的交情 当年在庙州府邸 如果不是你舍身相救 我这条命早就丢了 赵婷 你我以后就是兄弟 不是君臣 谢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带臣的恩德 臣下心灵了 可是朝廷的规矩不能变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来 你坐下 你坐下 你陪我喝几杯 你坐下呀 坐下 来 干 太子殿下 朝中出大事了 戴一鸟 除了酒量渐渣 翅膀都不会动一下 赵婷 你的酒量涨了吗 太子殿下 现在江山危在旦夕啊 五花马千金球 或是将来换美酒 月儿同宵 万古仇 来 朝廷 太子老兄 你既然把我当兄弟相看 有件事情 我还是明告诉你吧 这件事我谁都没有说 但考虑到江山社稷的安危 考虑到皇上的安危 我不得不说了 我说了 就是落一个杀头之罪 我也认了 谁让我是惹是生非 让人讨厌的人呢 太子 太子殿下 据我所知 皇上是受了国师的控制 现在他一心想长生不老 肯定国师会趁虚而入 而后用什么办法控制住了他 皇上现在是越来越糊涂了 太子殿下 如果你再这么糊涂下去 你们家就完了 我说完了 要杀 要剐 来吧 不得没酒 夜光杯 语言琵琶马上吹 追我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这可是我让张少民从波斯带回来的酒 你要再不喝 就没有机会了 好 好 我今天就陪你喝个痛快 来 黄毒霸业谈笑钟 不抵人生一场醉 好酒啊 好酒 如果让我一起去的话 那个刘老头早就一起拖回来了 这个笨蛋 塔儿 信儿 赶紧给我备叫 我要去报复寻安 这两个笨蛋是指望不上了 公主 快和我去见父皇 你把刘老头请回来了 刘丞相和他的夫人 都已经双双自杀了 快去告诉我父皇 好 他们不是朕所杀 却因朕而死 看样子 朕很伤他们的心 啊 刘丞相 聪明一世 却糊涂一时 父皇 外头什么声音这么吵 香儿 你给朕去看看 没什么动静啊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价钱好讲 父皇 还是让孩儿去吧 不行 非让他去 父皇 你去啊 你去啊 公主 你娶了这样刁蛮的公主 也真够难为你了 看在朕的面子上 你就多担待点 父皇 其实公主她心还是挺好的 那倒也是 本公主翻了 滚 本公主要打人了 太监 臭侍卫 还不快滚 是是是 这本公主都干着了 父皇冯少民 截指 臣冯少民领旨 朕正是赤丰 驸马冯少民 为丞相 总督天下兵马 赤丰员八辅巡案 张少民 为九门梯都 负责京都警卫 赤丰黎昭婷 为东宫少保 辅佐太子 臣领旨谢恩 起来吧 谢父皇 你转告 张少民 李兆婷 切记真的话 有兵就有权 有权就有官 这十个字 千万不要忘记 是 父皇 儿臣一定牢记在心 有兵就有权 有权就有官 父皇 可太子他 不管 你们用什么形式 无论如何 要让太子 主持朝政 是 好了 朕 可以放心得上 界仙台 修炼长生 布老术了 父皇 你能不去接仙台吗 不能 明儿 你是状元出身 报读诗书 总该明白 骑虎南下 欲罢不能的道理吧 父皇 你是说 有人要挟父皇 没那么容易 有兵就有权 有权就有官 朕有了统帅天下兵马的钦差大臣 有了负责京都警卫的九门提督 有了辅佐太子的东宫少保 朕就是身处险地 有些人也不得不投鼠济气 父皇 我已经替你撵走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朕下 你老人家该清静了吧 湘儿 来 过来 湘儿啊 你要多听驸马的话 在朕修炼长生不老术的这段时间里 有什么大事 要多和张少民他们商量 父皇 您话里有话 好了 你们先回去吧 来人 叫居妃 上茶 父皇 他这是怎么了 最近 有点糊涂 他其实早就糊涂了 只不过是皇上的威严掩盖了他的糊涂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皇上每天 生活在一群大臣中间 他看到的 都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听到的 只是那些阿谀奉承 皇上杀大臣 用的是兵刃 而大臣杀皇上 用的是万岁 歌颂就是兵刃 而且杀人不见血 你这么说话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他是我父皇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你有什么权利指责他 因为他是皇帝 是一国之君 他的一句话一个神色 就会左右一个人 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负这个责任 他是个皇帝 可他也是一个病入高荒的老人 老人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面 我母亲早晚 太子老兄又不争气 我一天到晚只知道完 他最宠爱的菊妃娘娘 爱的却是东方侯 对于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长生不老 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不能满足他 让他做完最后一个梦呢 你知道为了这个梦想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好 我现在就去要我的父皇清醒 那个小皇子不是他的儿子 是菊妃与东方侯的资深子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你不能去 你管得着吗 你要是去 就先杀了我 你 小皇子他才七岁 他还是个孩子 他是无辜的 没有必要承受这一切痛苦 你要杀就杀了我 拿我的命换他的命 喝 别管我 咱们接着喝 来 喝 这是什么 你喝多了 来 上酒 上酒 怎么回事 你必须往他自高奋勇去请太子 结果自己喝的烂醉无泥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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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看他醉成这个样子 还不如早先回家休息吧 嗯 喝 喝酒 好 赵婷 赵婷 你回家吧 赵婷 喝酒 太子老兄 咱们接着喝 李公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太子老兄 你坐在龙椅上不高兴 我 我 我做相扶的女婿 我 我更不舒服 我 赵婷 我们回家吧 我不回家 我的 我再把太子给劝回去 我再回家 回家 你们是劝不动太子的 别白费功夫了 为什么 难道江山社稷 父子之情 真的不如一只木鸟重要吗 他死了 他的心早就死了 不行 皇上后天就要去接仙台了 如果没有太子主持大局的话 朝廷发生巨变 国师篡位夺权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太子他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天下是 有时候 并不是靠道理就能说服人的 驸马 要不我们一块去见太子 刘小姐 我看你呀 还是老老实实去照顾你们家的李相公吧 他老兄 貌貌实实的 万一 弄出什么乱子来 咱们可说好了 我可不管他 我们家小姐 等了他三年 闹得家破人亡 最后 连一条命都搭上了 他倒好 凤凰捡着高志飞 梅竹姑娘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们家冯小姐已经死了 可赵廷兄 他不能守他一辈子 赵廷兄没有错 刘小姐 他就更没有错 那是谁错了 是我梅竹 还是驸马爷你 谁都没有错 错的是命 人这一辈子都是由命管着的 错了 对了 都和人没有关系 你 咱们来 刘小姐 赶快把你们家的李相公扶回家去吧 再这样下去 保不定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你说 谁家的李相公 他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照顾他 凭什么照顾他 梅竹姑娘 有本事杀了他 刮了他 我绝不会掉一滴眼泪的 我爹我娘死了 她不告诉我 跑到这喝酒出丑 她把我当做什么了 我是一个女人 我不管什么国家大事 什么江山社稷 我只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可是她呢 都成什么德行了 她把我放在心里了吗 别烦了 到喝一杯吧 咱自今日起 上街仙台闭关修炼 千年不老神功 大小陈宫 各自做好分内的事 没有朕的旨意 一概不得登台入内 为者按谋反论处 朝中大事 朕已经安排好了 冯少敏 在 你宣读朕的旨意 臣遵旨 奉皇上圣谕 此封驸马冯少敏为丞相 总督天下兵马 此封元八府巡岸张少敏为九门提督 负责京都警卫 此封李兆廷为东宫少保辅佐太子 钦此谢恩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推肠 以我看 干脆以刀把那个老东西结果了算了 不行 皇上不能死 难道我们还等着太子来收拾我们 不可能 这只木鸟永远不会飞起来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干脆我们杀进学院府 把那只木鸟剁个稀巴烂 八府学院府不是你们家后院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木鸟屋 处处荆棘 步步陷进 没有人引路 你也是寸步难行的 干脆我们从老东西那把玉玺抢过来 动范公子 我知道 你急于想把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扶上龙椅宝座 以完成你父亲的遗愿 但是你应该明白 没有那昏老头的玉笔 没有木鸟太子的诏书 没有文武百官的认同 和普天下百姓的拥护 就算你拿到了玉玺 你弟弟也当不了一国之君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使用暴力 我们还要做的是和平演变 我们要让这江山平平稳稳的 落在你弟弟的手心里 从今天早朝的情形来看 形势已经非常清楚 那个老杂毛已经完全控制了皇上 可太子还是浑浑噩噩 茫然无觉形势严峻 而赵廷兄呢也不见了 难道真是结束难逃 你说赵廷兄和刘姑娘 到底是什么关系 风兄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想着 赵廷兄的家庭所事呢 不 赵廷兄对我们来说 他还不可取代 再说皇上已经封他为东宫少保 辅佐太子 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 进去 赵廷爷张大人 李兄 昨晚赵廷请太子出山喝多了酒 今天早上起来时头疼欲裂 对不起 是我劝阻他上早朝的 现在他觉得无言见二位大人 皇上已经侍奉你为东宫少保 以后不许再喝酒了 我 不好了 不好了 太子不见了 这 这 这 你 这么巧 太子老兄 人历我 有可避 天灭我 不可为也 难闯铜墙铁壁 好捡自头呆鸟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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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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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博师 你还等什么 我爹的遗愿可以实现了吧 你们以为我们最大的障碍已经扫清了是不是 我不希望你给我们制造障碍 菊飞娘娘你想多了 我们最大的障碍是驸马李兆婷和张绍民 只要小皇子登基除掉他们一如反掌 只要他们存在 小皇子恐怕一辈子都登不上龙椅宝座 你耍花招 我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你们别忘了 现在是驸马爷掌握着兵权 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们全部干掉算了 小侯爷果然是城市之人 都是你们逼他的 梅竹姑娘 我们何尝不想让太子过他想过的生活 但这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所以 驸马说得好 人在一个位里 必须为这个位置而活着 太子就必须为江山设计而活着 别无选择 难道我们不逼他出山 他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吗 梅竹 你想得太简单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 他已经是一个失去尊严的人 因为失去尊严 所以就没有人性 在他心里除了木鸟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梅竹 他看着父亲被人要挟而不顾 看着那么多人抛头颅撒热血而不顾 看着江山设计落入贼人之手 天下人 诚然以爱为重 可他们总忽略了一点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爱情只是一个奢侈的幻想而已 梅竹 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时候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赶快想办法把太子找回来 让他早日清醒地主持朝政 谈何容易啊 该找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整个一个大海捞针呢 太子会到哪去呢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太子虽然糊涂 但他并不笨 他会不会偷偷地 去了接仙台 接仙台 接仙台 什么人 不是 看到了吗 非常的奢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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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